刘广耀对来自丹麦的奥勒劳尔斯 这个丹麦选手是一名泰拳选手 他曾经进行过50场泰拳的比赛 曾经获得过35场的胜利 从身体的形态上来看 这名运营员就非常的健壮 我们看三打的照拍动作 刚才直线的色彩立法 但是我们看到丹麦选手 他现在是主动倒地 迅速的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臂 我们看到 比赛继续进行 双方运队都感到了困惑 又把抱质 来了一个倒地动作 看来他的应该地面进攻击 还是不错 颈部 双方运队在僵持的时候 现在看到丹麦选手这个绝对力量 还是非常出众 是比较大 现在刘广耀呢 死死得将丹麦选手脖子插住 但是这个身位呢 并不能扣 是形成制服 是的 丹麦选手的力量 是比刘广耀要大 看到丹麦选手的力量绝对是实力 真正在这种竞赛场上 还要靠绝对力量 几乎不用太多的技术含量 对还要靠实力来说话 好的 看下一步呢 将如何动作 现在刘广耀想轻易地翻身 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因为这个角度压得比较死 他现在使用这种起桥的动作 应该说很难受效 但是我们看到 这种单面选手 对在地面进攻上 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这种 技法来施展 但目前为止呢 对于对方的这个 关节的技术 并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他应该说 他是打了50场泰拳的比赛 应该说是一种泰拳的招手 但是定步擅长 对地面的评计 好的 现在你就把它再一次 站着上风 现在呢 我们看到双方的 这个脚杀就非常的凄烈 但是呢 作为有效动作的走向 并不明了 对方的防守 应该说还是比较严密 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打中 对方的一些有效部位 对方的 刘广远还有呢 还要小心 不要被队伍锁住 现在我看对方呢 这个单本学术 确实以理相识会啊 用自己的 刘广远还有呢 还要小心 不要被对方锁住 现在我看对方呢 这个单本学术 确实以理相识会啊 用自己的这种 雄厚的功力 这不断的 还是扭转了一些战局 但是通过 这个开局几分钟 进攻来看呢 这个单本选手 现在刘广远面前考验 不是很精湛和熟练 又进入了战略的格斗 刚才我们看到刘广耀啊 也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看来呢 单本选手还是选择了纠缠 单本选手呢 要跟他进行近距离的纠缠 他的力量上呢 比较占上风 但是呢 他那个关节制服的技术啊 并没有相应的跟上 所以说 从双方这个队肯定来看 如果说柳广耀发挥好 自己的这个拳的技术 和腿的技术 还是有扩胜的可能的 但是我们看到 虽然那个单本选手 是一个身经五十战 35胜在泰拳比达 但是他呢 目前他的腿法 他的拳法都没有体现出来 而且我们看 他的拳法呢 并不是很的刁钻和精准 好的 我们看到刘广耀了 现在呢 单本选手啊 在拳法上处于下风 但是迅速的把刘广耀倒 有机会 颈部 但是现在没有 有效的控制颈部 看来呢 还是在技术方面 不够全面 大半选手呢 泰拳可能练得比较精湛 但是他真正的地面进攻 和综合波机的技术呢 还是有比较欠缺 有的时候 摆在他身前的几个动作呢 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做 所以说 这场比赛 他要上取胜的话呢 我感觉 从目前来看呢 他没有很好的一个制服手段 但现在我们看到 这手臂啊 好像已经到了对方的颈部 看他是不是 能够意识到呢 这个这种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 但是他看到 他的左手如果说能摆脱 来绕到前面来的话 可能刘广耀的进步呢 就比较危险了 现在刘广耀我们看到 现在加住对方手臂 好 有机会了 但是他 攻势在打 并没有插入对方的这个景象 这样有危险了 这样有危险了 有了 刘广耀 现在刘广耀危险了 很大的 看来果然呢 还是摆密一出 被对方抓住了机会 我们说还是说 丹麦选手靠力量战胜了 德国药 现在有请本场执法 杜振高宣布 本场获胜者 来 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这个内容 这些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币 を支付 你 不吝点赞 订阅